今年 院長想會上 草野協商還會繼續嗎 國民黨團跟我們韓院長 任何的溝通都是 管道都非常的暢通 第一次提案的提前開議 黨團協商被打槍 沒關係 傅昆錡選擇尊重 苦等辣個院長韓國瑜 新年快樂 2月15號開工日 韓院長不在家 現身南投左春拜年 此時仍在立院的傅昆錡出招 謹慎的韓國瑜不打算照單全收 基於過往未有常會期間 召開臨時會前例 急降低民進黨反彈聲浪 2月16號選擇暫時 先急踩刹車 我們尊重韓院長的 這樣的一個召集協商 我們在今後當中 等了老半天 終於等到院長發出 草野協商通知 但仔細看 時間卻是2月19號上午10點半 是由正式由國民黨團所提出 邀請行政院長就實案議題 進行專案報告 召開朝野協商 立法院院長維持超然中立 這個是院長的天職 民進黨在議事程序上 見烈欣喜 見縫插針 只是顯示出 他們心中沒有人民的馬腳而已 韓國瑜這步棋 不只要消除被傅昆錡牽著走雜衣 更要在新國會起點 先樹立權威中立形象 儲備影響力 累積政治能量 韓院長他個人 常常把他自己的一些聲望置之於外 他目前為止就一個全民的立法院院長 會以立法院立委 所的修法跟立法 還有全民的服飾當作第一個優先 他應該是做成一個類似煞車皮的角色 韓國瑜跟4年前我覺得最大的不同是 他的這個政治的戰略 的沉著度有增加了 回向回來的反而是增加了韓院長 這個新title的credit 跳脫黨派 韓國瑜不當國民黨的立院龍頭 要成為真正的全民院長 近新聞謝謝劉威廷 採訪報導 所為真正的 清和典